对着镜头九十度鞠躬 第二次出面 终于对老婆说抱歉 最感谢的 就是我的老婆 她愿意陪着我 走这一段 非常艰辛 非常难熬的日子 眼眶犯绝对连说了三次对不起 但问到谢信 阿翔说已经断开联系 到目前为止 已经完全没有联络 现在最重要的 是顾好我自己的家庭 尽管外界不和传言不断 浩子陪着阿翔道歉 背后有原因 他们犯错 等于我犯错 我在这边 要很郑重的跟大家说一句 对不起 我接到我妈妈的电话 她就跟我说 浩子啊 阿翔 发现这个事情 你不是这样看人家买去你知道吗 妈妈的话让浩子力挺 强调让人不会拆火 前前后后六度鞠躬道歉 经纪公司也发出声明 从今天开始 阿翔和谢信演绎工作 全面停工 阿翔 来吧 来吧 我的阿翔 根据平面报导 浩子想起良人过去 节目加上代言 最高年收入估计破四千万 一人年收入约两千万 阿翔停工损失可能很惨重 谢信目前收上一个节目 如果暂停估计损失百万 浩浩先生形象破灭 工作也跟着喊他 对不起 下定喜欢胡克强 臭小倩 台北报道